日前 30岁的非裔游民尼利 因在麦哈顿地铁上举止怪异 大喊大叫威胁乘客安全 被几名乘客制服 其中一名白人锁住了这名游民的喉咙 致其窒息死亡 此案迅速发酵 民主党内进步派温和派一见对立 部分民权团体已经开始上街游行示威 市警记录显示 尼利过去10年曾被逮捕42次 有精神病史是一名游民 而锁住尼利喉咙的是一名24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 他被逮捕后释放 没有受到起诉 释发后 纽约州长霍楚曾表示 地铁里的游民许多都有精神健康问题 他认为这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 然而民主党左派对此反应强烈 表示许多当权者把穷人妖魔化 同时保护凶手 锁猴者所为是异警行为 不应提倡 受到左派压力 获处5月4日改变口风称 尼利的家人理应获得正义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不排除以谋杀罪起诉锁猴者 但他们仍在调查各种因素 加州州长纽森5月4日宣布 正式启动CAVS Hate 这是一个新的多余种全州热线和网站 为仇恨行为的受害者和证人 提供一个安全匿名的报告选择 同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资源 包括心理健康服务 法律帮助 甚至住房援助 根据州长办公室的说法 CAVS Hate是对加州报告的仇恨犯罪 上升的直接回应 近年来 加州的仇恨犯罪 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2020年到2021年 增长了近33% 洛杉矶警察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最近的数据包括有关种族偏见 仇恨相关语言等的报告 加州民权部门指出 如果有人打电话 他们可以联系到 会说200多种语言的人 将为几乎所有在加州打电话的人 提供语言服务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4日的报道 日本政府和北约相关消息人士透露 日本与北约将在网络防御等领域 加深合作关系 并于2024年内在东京开设联络处 这将是北约在亚洲开设的 第一个联络处 将用于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 印太地区合作伙伴进行定期磋商 北约还将与日本政府确定 联络处人员规模等 日本与北约正在制定包含具体合作措施的 ITPP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 将针对在网络、太空和虚假信息对策等各领域 纳入深入内容而展开协定 中方对此表示 亚洲不应成为地缘争夺的决斗场 北约持续东进亚太 应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谷歌5月4日宣布一项重大举措 允许其个人账户持有人 使用被称为PASKey的线上快速身份验证密钥 替代密码进行登录 谷歌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推广PASKey 并敦促账户持有人将传统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转换为该密钥 启用密钥后 用户可以使用本地PAN码或指纹 面部识别等认证取代传统的密码和其他登录系统 如RFA双因素身份验证和短信验证 这些生物识别数据不会与谷歌或任何第三方共享 并且密钥只存在于用户设备上 新的密钥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和保护性 无密码方式也使得网络钓鱼攻击无处下手 谷歌密钥支持意味着用户不需要费力地记住冗长的密码 也不需要短信验证码来登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